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连生活佛开示了在密教修法中 从有相到无相 从外在到内在 种种不同的层次 所以当一个修行人 要常常观想 深空 星空 本无自信 才是进入无相瑜伽的方法 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 连生活佛宝贵的开示 所以这个如来的意思 跟中哥八祖师 他这样子跟你讲 你要用这样子去观察 你的身体 你的心 你会找到空性 要入这个空性的三摩地 空性瑜伽 到无相瑜伽 全部都是要用智慧去观察的 你要找出你的身 你的心 他的主要的这个心性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讲 他说你要怎样子观察呢 他说要想自己如同偶像 今天这个你们都是佛的 佛的 后面呢 都是这个布拉 菩提沙斗 也是菩提沙斗也是菩萨嘛 菩提沙斗 是不乐 是多界 多界是金刚 都是这些佛菩萨在后面 他们是没有自信的 他们是草木土石所成 要观察他们 怎么观察呢 你今天呢 他这样子讲 那个像你对他生气 他也不动 他还是一样的 像观世音菩萨 你对他生气 他也是面孔 还是很慈悲的样子 你用火烧他 哇 那木不能烧耶 那是木头 我们这一周观世音菩萨是木头去雕的 你用火烧他 他就变成焦炭 就黑掉 就变成黑面将军 呵呵呵 用毒药 用毒药给他 他无所谓的 用刀砍他 我记得有一阵子 台湾啊 河里面飘了好多 这个土地宫啊 佛像啊 怎么样子 都是被刀砍的 砍手啊 砍脚啊 那个都是迁怒 因为那时候 在玩大家乐最盛行的时候 大家去求 求得到 马上给菩萨穿西装 菩萨穿西装 穿神衣啊 哇 装扮的这个 这个 给他粉刷的很好 很庄严 很那个 结果他供姑的时候啊 供姑啊 就是大家乐没有了 前苏光了 他就迁怒到佛菩萨 没有保佑他 他跟他求过了 把他抓起来 就把他砍手 砍脚 这个丢到河里面 所以河里面很多浮起来 那些佛像啊 这些土地工啊 这个城房啊 通通在水里面飘 通通落难 这个里面就是讲 你用刀砍他 他也不会怎么样子 他是木头 他无自信 用水 你把他丢到河里面去 他还是一样被你丢到河里面去 他不能说咻 他就飞走啊 他就不见了 这个偶像是这样子的 他没有自信 或用什么金刚啊 或给他损坏啊 用火烧啊 用砍啊 他没有扫 无有扫昏不醒 他不会不翻喜 他便没有不高兴 因为他没有信 没有自信 你假如啊 像那个 你大家乐 刚好猜中了 哇 你就给他 供养很多吃的 供养很多吃的 给他 给这个偶像洗澡 木浴 给他涂香 涂香水 给他 给他穿 划曼 很漂亮的衣服 然后 给他用这个 最好的 龙老乡 人天种种 上庙的妙技 给他供养 他也不会很高兴的 他也不会很翻心的 因为他本身是不动 这个意思就是要讲 你自己本身的修炼 要像跟那个偶像一样的这一种境界的时候 对于人家在恼怒你的时候 你不怒 人家在赞扬你的时候 你也不行 要到这一种境界 这是无相宜家的一种基础 之后我们讲修行的境界很高 就是不动心 这活菩萨当然偶像都是不动心的 完全随你行者的心意而转 那么今天呢 他做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讲 为什么这个人会动心呢 是因为由自己本身 人本身有感觉 因为有感觉 由我慢故我执故 引发起颠倒希望分别 因为这个人本身是有疑夫 疑妹的这一种自信 所以当一个修行人 要实时要想念自己本身的身 是空性 无自信 心是无自信 你看看 这94月最后一段 最后一行 心无三世 当私离三世者 既有自体远离住下 心也没有什么三世的说法 也没有说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这三心不可得 这三心不可得 《金刚经》里面的话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三心不可得 就是说 根本也没有三世的心 当私离三世者 要离开三世的之说 由自己的体啊 由自己的身体 厌离所有的相 这个就是进入 无相瑜伽的一个方法 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莲生活的 开始 无相妙三摩地 那么如何去证得 无相妙三摩地呢 如何去证得呢 他这边也有写的 第九十五页 第三行 如是观察身心 便能证得 无相妙三摩地 你要常常观察你的身心 做智慧上的观察 所以一个修行的人呢 能够修到这个不动的境界 是很不简单 他要修到无相三摩地 才有可能 到不动的境界 人家赞扬你 你也不觉得什么 如如不动的 不是说 人家给你吵着 你就啪啪跳了 或者人家骂你一句啊 你就睡不着 就烦恼 就起了这个艳离的心 起了愤怒的这一种心出来 人家讲你 骂你 你心里就受不了 甚至于其颠倒妄想 受的刺激太大 到最后没有办法支持 整个都是犯 进入犯觉的世界 得到犯听啊 犯思啊 有的人受刺激是很严重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因为受到人家的批评啊 以后呢 他觉得他根本没有办法佛下去 忠业失明 失眠 得到犯听啊 犯思啊 从此神门颠倒 进了这个精神医院 这个都会有 他就是没有修到空性 你修到空性的人啊 修到这个无相仪家的人 人家骂你 没什么 骂也骂不死 这边骂了 从这边来 他就从这边过了 就从这边来 从这个耳朵进去 就从这个耳朵出来 有时候看到这个谩骂的文章啊 或怎么样 根本不实在的 我们看呢 就觉得 也好 也没什么 觉得也不 不怎么厌恶 习以为常 也不觉得怎么样 这种境界啊 才是叫做不动的境界 才是无相境界 不能这个斤斤计较的 几年前的事情 你到今天还是拿出来讲 几个月前的事情 你到今天还是在你脑海里面不忘 这个不需要的 那是在干扰你自己的修行 你天天在计较 这个人家对你讲什么 人家陷害你 人家这个不真实的也讲你 不了解你 谁能够了解你啊 谁也不能了解谁的 我坦白告诉你 你都需要 你们大家都不了解我 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讲 其实谁也不会了解谁的 老师姐 谁也不会了解我了 我也不会了解大家 反正大家坐着瞧吧 事实上谁能够了解谁呢 对不对 有时候啊 你跟他觉得跟他很亲啊 亲密的跟水乳一样交融 水就是水乳就是乳 照样还是一样有隔阂 你以为能够亲的像自己一样啊 哪一天啊 中隔地啊 也是走去啊 真的 你不要以为这个门啊 能够门细帮啊 门啊 跟这个门砍 门宽啊 门跟门宽啊 应该是很合的啊 你知道吗 热胀能缩啊 夏天一到的时候 我那个门就打不开 啊 门细帮倒不下 怎么啦 他因为他这个木头啊 到夏天他就膨胀嘛 一膨胀哦 那个门就打不开 我每天都是要踹他一脚 他才能够关的 门细帮倒不下 你说门跟门槛 应该是最合的 那个测量的 最精细的 做门的 做得很好的 都是很容易开合的 我采用山庄那个 那个我的办公室 那个门啊 冬天的时候就很好开 因为他缩下去 开得很顺 哦 很好 夏天的时候 我要踹他一脚 他才能够关 关进去的 而且开的时候 蹦 哇 要很大力的 关也要很大力 才能够关的 舌头跟嘴跟牙齿 是最轻的 有时候碰到好吃的东西 也把自己的牙齿 这个咬破洞 另外我经常哦 我可能是 这边的这个神经 比较不发达 嘴的神经比较不发达 牙齿经常咬到这个脆胚 他里面的肉 把他咬一个洞 可能东西好吃的 这边 一咬下去 哇 可怜呢 要好几天 要痛好几天 才能够慢慢给他恢复 所以人跟人相处啊 不可能说跟水乳一样交融 不会的 你说谁了解水呢 谁也不会了解水的 所以当要体会 你时时要体会 空性的道理 你不能有我慢我直啊 你不能有我 你不能有我 不可以了解水 你不能有一位 你不能有我 你不能有我 这就是 你不能有我 一定会 你不能有你 怎么会 你不能有你 就是你 这个这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灵魂呢 是我们意念所形成的一个能量 所以呢 我们心的状态就是灵魂的状态 那么既然灵魂呢 是我们意念所产生的一个能量 当我们意念没有消失的时候 灵魂的状态就是存在的 今天呢 不管我们换了怎么样的一个轮回不同的色身 因为这个意念的本质呢 都是一直持续的存在着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呢 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带了我们累结累世的习性 所谓习性是什么呢 就是心的状态 就是意念的状态 也就是灵魂的品质了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灵中关怀 我们对灵魂这个意念所形成的能量呢 如果我们有更彻底的了解 那么未来呢 对我们这一段此生的生命呢 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跟意义 当我们知道灵魂呢 是我们意念的一个状态 而且呢 它是延续的 它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到底灵魂存在着怎么样不同的阶段了 那么我们在灵魂呢 以及所谓的灵魂的专有名词叫做中阴里面呢 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整个宇宙生命当中呢 所谓的灵魂它存在着四种状态 第一个状态呢 就是牲畜中阴 所谓的牲畜中阴呢 就是在生命状态里面的一个灵魂现象 什么叫生命状态的灵魂现象呢 假设举一个比喻啊 我们现在是人 那么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呢 一定是存在肉体跟灵魂 两个元素的一个结合 那么在这个当你有肉体的这个阶段呢 就是所谓的牲畜中阴 不管是一条狗也好 一条鱼也好 它在这个生命存在的这个状态 一定是一个物质的色身 加上它的灵魂所形成的一个生命体 那么这个叫做牲畜中阴 那么第二个中阴呢 第二个灵魂存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个人或是一个生命在灵中的时候 那么当然呢 只有人在灵中的这个阶段呢 它是最容易呢 被提升被进化的 所以我们在灵中光怀里面呢 我们都是以人这个生命为本体 但是在广义的灵中光怀里面呢 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生命最终极的光怀 那么我们把它拉到一个以人为本体的 这个生命存在的现象 我们第二个灵魂存在的状态呢 就叫做灵中中阴 也就是在我们生命即将要圆满 要结束的时候 因为在我们生命存在的这个状态呢 是灵魂跟肉体合而为一的一种状态 但是在灵中的这个阶段呢 它确是呢 生命这个肉体的现象就要渐渐消失了 那么我们灵魂的力量即将升起了 于是在这个灵中的阶段呢 灵魂跟肉体会产生一种渐渐分离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称之为灵中的中阴 那么在第三个阶段的中阴 灵魂存在的现象呢 叫做实相的中阴 什么叫实相中阴呢 也就是你经过灵中的中阴这个阶段 渐渐的肉体它已经走向了死亡了 所以肉体的死亡呢 对灵魂而言呢 它只是一个脱离肉体的过程 那么肉体死亡了之后 这个灵魂存在就只是灵魂的现象 存在就是这个意念本身能量的现象的这个状态呢 我们称之为实相中阴 就是实实在在是处在灵魂意念的这个阶段的状态 叫做实相中阴 那么对于整个灵中光怀的这个法教当中呢 在我们华人呢 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叫做七七四十九天 我们做七 做七这个七七四十九天的这个时间呢 就是实相中阴的阶段 那么再来呢 第四个灵魂存在的状态 就是投生中阴呢 就是你到下一个生命里面 再继续你这个宇宙生命的出生 所以叫做投生中阴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到灵魂的四个不同阶段里面的现象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为大家来做继续的分享 我们谢谢连月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呢 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全新第十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连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